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1月23日 星期六 早上的第一節 先去講講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這隻拜登 在1月20日登記大典上 動用了超過6萬5千名國民警衛軍 得到用完的時候 原來他將人用完即棄 根據美國媒體Political的報導所說 就說那班在1月20日保護拜登就職的國民警衛軍 竟然被要求不能再停留在國會大樓的範圍之內 就被趕去附近的停車場睡覺 你說這些是不是慘無人道 反而當特朗普總統知道這個情況之後 他就馬上開放名下位於華盛頓特區的酒店 讓那些軍人進去休息 這些才是真正的 愛護軍人的表現 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現在就先去看看 到底那班軍人的慘況是怎樣 他們就被驅趕去附近的停車場睡覺 這些軍人其實 原本就已經值班了12個小時 已經叫做累奶奶 還要睡在停車場地下 這樣也未算 原來 這個停車場裡面 是完全沒有任何手機訊號 跟荒島沒有分別 他下班以後仍然沒有辦法跟親人聯繫 也沒有辦法有些娛樂來去 舒展一下 就瞞到法方 而且有五千名國民警衛軍 就被安排了入一個停車場裡面睡覺 這個停車場裡面 就只是提供到一個電源的插座 即是充電那些 還有一個浴室 五千人就不用用了 怎麼洗澡 怎麼來都去梳洗 不用啊 去到這個傍晚時份 華盛頓特區的溫度 已經是跌到只有四度 其實就真是很不可憐 因為你的停車場就沒有空氣調節 外面幾個度 裡面都是大概差不多 只有四度叫人們睡街 有些國民警衛軍就向媒體爆料 說拜登在就職典禮當日 跟幾十名國會議員 跟他們一起合照 以及騙手 並且感謝他們的服務 但是不到二十四個小時後 他們就變得毫無用處 於是 這班人就把軍人 趕到停車場的角落頭那裡睡覺 這班軍人就說 感到難以置信的背叛 這些根本上就是很真實的感受 人家盡忠職守 做好他的份來事 確保華盛頓特區的安全和秩序 你那邊就把人家用完職器 丟在一邊 然後有些好一點的招呼 你就不可以留在國會大樓裡面休息 還是你覺得有幾千的軍人 就地在國會大樓裡面躺在這裡 你認為他有外觀瞻 你看不順眼 於是就趕走他們 這些根本上就是階級觀念 整班人提倡 什麼左翼的大愛 一味叫人不要歧視 這樣不要歧視 那樣 實情他們心底裡 最充滿著其見 就是最歧視的基層人士 那些軍人在國會大樓裡面攤頭有什麼問題 你為什麼要看不過眼 你為什麼要趕走他們 實情這班傢伙是很偽善的 在尾光燈面前 他就說要跟人家合照 握手 又感謝人家的服務 一沒有鏡頭的時候 就那個真身展露出來了 那種便面的程度 還快過四川的國術 你根本上這班傢伙 就在鏡頭面前在這裡做戲 在這裡裝模作樣 你感謝什麼 根本就當人家好像condom一樣 用原職器 現在有些州長就看不過眼了 知道了這件事以後 馬上就指示他們那個州的國民警衛隊要撤兵 分別就包括了德州 佛羅里達州 以及新罕布十二州 這三個州 說不要搞了 你這樣對待我們州的國民警衛軍 我們不如撤退吧 橫店都已經是沒有用了 你又要繼續留住人家在那裏 留到1月24日為止 你那個什麼緊急狀態 你害怕那麼多 你都已經是叫做坐上帝位那裡 不需要再留住人家 你那些大龍鳳都做夠了 是不是 好了 這個佛羅里達州 州長德桑蒂斯就發表了一條的鐵文 他就說 那些國民警衛軍是受到了極不公平的待遇 這班人就是軍人 就不是佩洛西的僕人 面對著這個情況 最合適的做法就是 把他們帶回家 這個州長就做得好 是不是 你根本想不當別人是人來對待 好了 好了 至於特朗普總統更厲害 他就決定了要開放 他在華盛頓特區裏面的酒店 是被那些軍人進去裏面逗留的 我就看到網上有很多照片 就看到在酒店大堂裏面 都擠滿了不少在地上攤頭的士兵 但是大家知道 始終在酒店的範圍裏面 那個舒適的程度怎麼都好 在這個停車場 只是說衛生情況 已經好過停車場很多 而且又不需要睡碩地 起碼有些靚磚地給你睡 還有就是 現場原來還提供了很多桌桌椅 還有一些 充電位給軍人使用 這些真是夠貼心 這些真真正正做到愛民如子 拜登就是一個很大的落差 所以難怪有些軍人在Twitter上說想念特朗普 事實上又值得那些軍人來去想念 現在特朗普總統已經是卸任了 但是他雖不在其位 但是仍然是很關顧軍人的近況 是願意向他們施以援手 是以實際的行動來提供支援 而不是純粹只用嘴巴說 或者在美光燈面前 在主流媒體的鏡頭面前 就裝了東西 或是怎樣來去 合照 握手 感謝 不做這些 大農諷 不做這些大器 特朗普總統所做的事 就是一些很實際的事 向軍人提供一些 水 食物 桌椅 揭穿一個揭積的空間 這些才是最現兜兜的事 你叫人們分停車場 真的 所以這件事就已經 展示得到 拜登根本上就不會當軍人是甚麼一回事 而且我還看到一單消息 就說有大批的美軍 就已經被派駐到了敘利亞的東北部 就是在拜登上任的第一天 馬上就已經有這些軍事行動了 所以大家就會預計得到 在接下來的幾年 拜登一定會發動一場戰爭 很可能就是中至小規模的戰爭 熱門地點當然也是在中東一帶 因為有句話叫做 恥子就挑遠的吃 拜登一定會選一些弱雞的對手 一直都是這樣 奧巴馬的八年都是這樣 你選一些弱到不弱的對手來就是欺負的 你不會看到他膽敢動的湧核國 目前湧核國只有八個國家 包括美國在內 朝鮮是其中一個 所以他永遠都不會動的 永遠在這裡來鬥吵 鬥鬧 不會動的 就把中東的小國都移動了 他做這件事的時候當然 無非也是要向軍火商來還人情債 這個理論我們早幾天都有說過 根本上擁立拜登上位那些 背後是有很多的利益集團 BLM是其中一個 Antifa是其中一個 軍火商也是其中一個 你擁立你上位的時候 你就要有所回報 所以他接下來的四年 是要不斷地來賠償 你現在死不死了第一天上任就說要派軍人去敘里亞 這些就是很容易出現死傷枕借的情況 而特朗普總統 正正是一個善於利用軍事以外手段來解決問題的人 戰爭不是硬橋硬碼才叫戰爭 貿易戰是戰爭 金融戰是戰爭 科技戰也是戰爭 那些是不費一兵一卒的 這些就不同 這些是會有傷亡的 所以特朗普總統就不喜歡 搞到這麼多美軍 出事 他根本上是一個和平大使 諾貝爾和平獎是欠他的認證的 至於拜登這些 沒有的 誰擁立他上位的 他就要還債 所以大家接下來看到他的政策 我相信很多都是要向 用那些擁立他的利益集團來靠攏 就要給他們一些好處 逐個給 大家又可以想想 這些弱勢政府 還有多大的自主空間來推出 一些真正屬於他們想推的措施 你說根本上做不做得到 那麼多東西要結帳的時候 甚至乎有些都結帳不結帳 Antifa那些就已經不理人了 可能因為背後實在有太多利益集團 賺錢也未輪到賺錢 可能拜登認為太差了 然後再看看 朝鮮的最高領導人 金正恩總書記 他又再向拜登展示一些實力 他就展示了一些新型潛射飛彈 而且又是在夜間去閱兵 擺明他就是對拜登 採取一個非常敵視的態度 沒有他的 因為拜登未上台的時候已經是開口看著你 萬金就罵人家說是獨裁者 你那時候是競選期間 你用不需要這樣來砌他 他對於你 究竟產生了幾大的威脅 還是你純粹在打一個 無甚威脅的稻草人 來騙選票 這些根本上就是 無意義的東西 而且你那些主流媒體 支持拜登的主流媒體 在去年是否報過金正恩的死訊 是誤報的 現在生歐歐還在 報錯的時候又不道歉 你知道 對於那些 相對來說威權主義的國家的領導人 很忌諱 無厘頭人家死了 所以他一直都不相信 唯獨是只有特朗普總統一個願意 在公開的場合幫他澄清 他的身體健康狀況是良好的 我相信大家記得這一幕 所以 金正恩將軍也是人 你那些主流媒體也砌他 你拜登也砌他 他有什麼辦法不來搞這些 他怎麼會妥理呢 特朗普總統又不同 他是願意叫做書專降貴 願意跟朝鮮的領導人 平起平坐 大家是對等的地位 而不需要再經過第三方的國家 來做轉介 或者是做一個 中介人 直接跟他進行對話三次 雖然去到三次之後 似乎有些事情仍然是談不完的 尤其是講到核問題的時候 但是 我相信如果特朗普總統是成功連任的話 他是會化解得到這個危機 因為他就開了一個很好的頭 是爭在埋尾 是怎麼來落墨的 反過來說 民主黨的領導人 拜登這些 根本上也不是說有心解決朝鮮問題 貓毛 順著劣 不是的 你不斷反過來劣 那些不是劣 那些是瘋了 你瘋了兩瘋的時候 那隻貓的皮性好一點 他就自己走開 那隻貓的皮性差一點 就回頭來誣 所以你根本上也不是想解決的問題 你想製造一些事端出來 製造一個稻草人出來 有空又說要制裁一下他 有空又罵他 完全對於那個問題解決 是沒有寸進的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